! 哈囉! 你好 我是愛斯 開頭不含先直接進主題 這篇是比較偏新手向的 老手就忍耐一點 這一篇要講的是道具心得篇 我剛講我自己比較常玩的武器是太刀 所以我講的東西會比較偏近戰 魔物獵人是強調要求動作跟怪物動作的遊戲 但是除了這兩種以外 還有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對道具的使用和理解 會不會用道具?有沒有用道具?這差很多 我這邊就講一些非常常用的物品 恢復藥、大恢復藥這兩種就補血的 大概就對了 解毒藥和漢方藥這兩種解毒的 會建議你做成漢方藥帶在身上 遊戲的設定很有趣 水一罐一罐的喝比較慢 如果是丸子類型的藥品 吞的會比較快 而且漢方藥還有補血效果 吃的快不當安全你也有更多的輸出時間 鬼人藥和硬化藥這種東西 因為材料都可以靠種植取得 我自己是每一場都會吃 鬼人藥傷害加17 硬化藥防禦加15 有些新手會覺得說 我還那麼差 吃這個很浪費 有別人幫忙應該還好 我是覺得齁 你都找別人幫忙了 你也比人家弱 尤其如果防禦不高 怕貓車死回去 你吃個藥多付出一點剛好而已 其實我一起玩過的人不多 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 但是我覺得吃個硬化藥算很基本 你都怕死了為什麼不加防禦 有一個早上幫觀眾打滅鏡頭 我影響很深刻 沒有敬語音 沒有吃藥 我已經忘記是誰了 我只記得 我種種被抖內的15台貓車 如果單純雷 或是不小心貓掉真的還好 但是連藥都不肯吃就有點糟糕 那蜜藥這個不常會用到 但是要放兩個在身上 這個是用來增加血量最大上限 如果你貓掉了沒有貓飯加成血量會很少 你一定要吃蜜藥把血量上限拉滿 還有一種會用到的情況 就是貓飯不吃推薦食材 是照著技能和需求吃 例如打栗戰麒麟 你可能會吃個六魚沖抗性 這個時候你會需要吃蜜藥補血量上限 那古老的蜜藥是把耐力也順便拉高 但是因為食用肉太便宜了 用食用肉拉就可以 不用刻意去做古老蜜藥 生命粉塵和漢方粉塵 這兩種就是範圍的補血和解毒 這種範圍我印象是無限大 你在營地裡吃 人家在打架也可以補得到 這種會用在有人被打倒了 然後就暈了 狀況允許的話 吃個粉塵幫人家補血 一場可以帶三個 有時候蠻救命的 不過我自己也沒有帶漢方粉塵 解毒通常比較不需要幫人家解 搶走藥以前的版本是耐力無限 現在變得比較弱 是可以用 不過會用到的武器比較少 雙刀和弓比較常用 搶走藥的材料很麻煩 如果不是特殊狀況 這東西可以不用 然後怪力藥丸 怪力種子 鬼人粉塵 還有硬化粉塵 耐力藥丸之類的 這些可以超大幅度的增加能力 但是還有時間限制 差不多3分鐘 而且這個傷害可以跟鬼人藥 硬化藥堆疊 比較硬的戰鬥可以拿出來用 大爆彈桶居這個每次出門 都帶兩個在身上 當魔物在睡覺的時候 每個人可以放兩顆在魔物的頭部位置上 然後開怪打破 可以瞬間造成大量傷害 還有破角的效果 另外注意一下 這個沒有斬擊屬性 所以不用想著他拿來斷紋 常有人沒有帶在身上 這東西超級好用 回歸球這個一次只能帶一顆 它可以讓你瞬間回家 瞬間回家的意思是 你知道你很可能要死了 你按一下就回家了 而且不是貓送你回去 不但可以省硬貓 也省了BUFF藥水 這東西比喝水快多了 真的有危險的話 不要忘記它 如果你長貓車任務失敗的話 把它放在你的快捷列上 養成實用的好習慣 接著要講3個新手更不常用的東西 閃光彈、櫻爆彈和異臭彈 閃光彈可以拿來用來閃瞎魔物 只要魔物飛到天空上 例如火龍、死火龍、浮空龍、風飄龍都可以 只要飛到天上 直接朝他丟就可以閃下來 送你一個控場 讓你快樂的打一套 以前的版本一定要丟到怪的眼前 要丟還要轉身往後丟 現在很方便 他現在比較像是一個範圍效果 只要丟到怪的附近就可以 另外要注意 沒事的話盡量不要閃瞎魔物 就是平常魔物在地上的時候 沒事不要 魔物被閃瞎之後還是會做動作 變得比較會亂轉亂攻擊 會比較不受控 當然有時候被閃瞎的魔物 還是會傻傻的讓你打 但是習慣上比較不喜歡去拚機率 有的時候 魔物殘廢的想要走回家、飛回家 也可以用閃光彈阻止他們回家 可以省一點時間 陰爆彈只對鑽地的魔物有用 只要魔物完全鑽到地板裡面 就丟過去 一樣有控場的效果 目前好像只有角龍和黑角龍會用到 平常可以不用帶在組合裡面 臭彈我會習慣帶在身上 只要丟一顆 怪物過一下就會換區域 如果在打龍 突然有另外一隻龍亂入的時候 很好用 隊伍裡面有一個人帶就可以 這邊講好習慣 陰爆閃光彈 這兩種開打前 就可以先裝在手上準備 等到要用的時候 才弄一定是來不及 地穴陷阱和麻痺陷阱 也是每一場都必備的物品 他就是一次控場 一次可以打個一兩套傷害 要注意的是 麻痺陷阱會有抗性 種越多次 可以控場的時間就越短 而地穴陷阱沒有這個設定 據說怪物越累 或是血量越少的時候 可以控場的比較久 我自己是比較少用這一個 麻痺陷阱可以每一場都盡量用 他的材料很簡單 種植就可以取得 地穴陷阱的長春藤比較難取得 一定要用採 要用的話我會建議先用陷阱 地穴看狀況 捕捉用麻痺域就是捕捉用 丟兩次可以捕捉正在陷阱中 而且血量很殘的魔物 捕捉的好處是 一來最後那一段不用打 而且會取得更多的報酬 上面說的那些東西 我個人覺得 鬼人藥 硬化藥 陷阱閃光 恢復 蜜藥 炸彈 回歸球這些都帶著 甚至陷阱 閃光彈這些連材料都帶好 用完了還可以現場做繼續用 我自己在狩獵 為了省時間 一場會放到2-3次的麻痺陷阱 還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很多新手不知道 商店有賣的 力量之爪 守護之爪 這個買了放在身上 可以加傷害和防禦 只要放在道具欄位裡面 就有用 不只這樣 他還可以和暴玲龍的尖爪合成 變成力量護符和守護護符 呵呵呵 好難念 然後把力量之爪和護符 守護之爪和護符 都放在身上 大幅度的強化你的角色 好啦 這次的道具片是這樣 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也被這龐大的系統搞得很煩 其實玩個一兩天就很順 尤其是控場類型的道具 會用這些道具 會讓狩獵簡單非常多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like 想要看到更多的遊戲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接收通知 有機會的話可以來實況找我聊天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